全球华人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盛典 接着自己出来提倡的话 意义又是不同反响 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形成一个正向的影响力 值得大家向你们道贺 在台北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海外平台同步直播 跨国系宣扬公益理念 努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主动引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让我们对公益的精神 还有公益的实践 有更多的学习跟认识 与海内外华商企业 为公益留下永恒的光谱 品牌作响而努力不懈 来提升正能量 让生命可以更加闪耀 华人公益节 这次举办第六届 每一届我们都会举办 华人领袖的公益论坛 我们期盼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价值 将公益体现在活动之中 然后能够引领全球华人 对环境社会跟治理 也就是所谓的ESG 提出时代性的创新思维 期盼我们创造更多的社会福祉 肩负更多的责任 也期盼台湾成为一个 世界永续经营的标杆 那么今年公益论坛的主题是 循环经济跟企业公益 今天语坛的四位嘉宾 都是在永续经营的 企业的专家跟企业家们 我想他们对如何利用循环经济 创造社会公益的责任 都读到了见解跟做法 我想在他们的分享当中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而且可以创造企业跟 社会的双生共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请教台湾品牌 永续蓝图学校的代中心校长 代校长创办了 台湾品牌永续蓝图学校 并且开办了第一届的 台湾品牌永续经营的课程 获得企业界非常大的回响 那我想这个请校长提一下 你为什么会创办这样的一个学校 你的初衷 还有希望它带来什么样的愿景 那么我大量接触了企业 然后也接触了NPO 我发现说 未来社会企业 企业的概念 它会慢慢转成社会型的企业 也就是所有企业都为了 让人更好 还能赚到钱 就是能赚钱的社会型企业 会大量开始延伸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逻辑 所以我想说 我想成立这个品牌永续蓝图学校 是用社会型企业的概念 然后让企业有机会 加速器具赚到钱之外 它还能够影响一群人 让每一个企业 其实它在经营都在行善 不用特别行善 它活得下来就是因为它行善 所以它活得下来 那这个部分就切入ESG 或是SDGA的17项 每个企业可以结合这17项的 一项 两项 三项 五项 都可以 你只要聚焦 把企业的定位跟品牌 聚焦在那几项 其实你企业就会有社会的影响力 你自然而然会得到 加速器的支持 你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你有社会的影响力 所以品牌永续蓝图学校 它的终极目标 是让在座各位的企业 全部变成社会型企业 从全球麦当劳到台湾 星巴格到台湾 或是一些世界级的公共到台湾 我们开始用很多人去 当他们的员工 其实也在训练品牌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餐饮业 很多很优秀的业者 他其实都是从这些西方品牌 国家出来之后来发展 像捐豆腐 或是这个很多大臣集团 顶泰丰他们用了很多西方人的概念 怎么中餐西卖呢 这就是要融合 融合也是中道的精神 也是品牌的概念 所以这是合为的 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这边谈 这个品牌的永续 其实跟我们人文思想是完全要结合 在这边我们希望我们未来 每一个企业 你们的品牌都能够永续传承 谢谢 卢董事长你们的教育体系 也独创着所谓的体验式的教育 对 那我想说在你这种很特殊的教育方式当中 也获得这么多的奖项 是如何把这种永续经营跟ESG的概念 导入你的课程当中 卧盛集团呢 这个一路以来呢 我们是体验式教育的一个领导品牌 在过去28年来 我们都在运用这个体验式学习来支持所有的人 在所有职场上的人包含企业主 那当然当全球开始在倡议ESG的时候 获胜当然责无胖贷 我们也要在其中 那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人嘛 我相信人是一切的根本 人也是ESG的关键 从人的信念想法开始改变就会不同 那因为卧盛本身的一系列的课程 本来就是在支持提供人去提升他的能力 然后创造更多的绩效跟结果的一个过程 那因为透过这个创造绩效结果 他的产生绩效的有效性的能力就会提升 这个有效性的能力的提升 实际上可以运用在任何部分 所以当这个ESG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吸引我的想 如果人是一切的根本 人也会是ESG的核心关键 那从教育的角度 我有教育的经验 那我可以怎么去运用这件事情呢 我怎么把ESG代入课程 所以我设计了一套模型 那个模型是为三的关系 跟三种能力快速提升 什么是为三的关系 事实上人只有三种关系 一个是我跟我自己的关系 一个是我跟我认识的人的关系 一个是我跟我不认识人的关系 我相信自然而然人们就会朝着影响力 跟ESG出发 他会踏上这个路程 因为不做他都很难过 所以我相信台湾在ESG 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因为永续就是企业的未来 新生生技是台湾少数 能够具有独自研发的能力的生技公司 会公司如果将循环经济 应用在你的公司治理 跟生产产品制造过程当中 B公司是生产保养品 跟保健品二十几年的公司 我自己很在乎 就是可以越活越年轻 我想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都很需要对不对 但是越活越年轻 它的关键在于越活越健康 而我们知道好的产品 它一定是从我们的土地上 去生长出来的 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土地 不断的能够去循环再生 这件事情关系到几个部分 那我其实帮品牌代工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于五年前我就成立自己的品牌 那我就取名 把这个品牌取名叫 Eye Shine OK 很多Eye开头后面很难注册 我很幸运注册到Eye Shine 然后中文就叫做爱闪药 我本来想要取作让爱闪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缺乏爱跟温暖 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很多人在情绪上生病了 情绪生病是没有药医的 所以这个品牌爱闪药 我就提上一个想法就是 虽然我们是做保健品 但是呢在推广给所有需要的消费者的同时 也让大家开始去接受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要如何爱自己以及爱他人 如果每一个人只有爱自己 可是他没有去付出 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 再生循环友善循环的环境 其实我们如果给予更多人 只是一个简单的鼓励 告诉他们我们在 而这个世界其实可以更好的 刚才吴董事长也说 在场其实都是尊贵的企业家们主管们 而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世界更好 还有如何让我们的孩子 也拥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必须是我也爱其他的孩子 并且让我的孩子去传递一个正能量的概念 正能量意识抬头 然后环保意识抬头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持续下去 这个世界真的会越来越充满希望 好 感谢 将来请教这个廖玄茂董事长 董事长长期热心公益 而且这个秉持的ESG的精神跟文化 带领创立的富士达保险经纪人公司 谈一下在ESG这样的精神之下 你的绿色金融 公益金融 跟我们传统的金融理财 还有什么不同的概念 谢谢 循环经纪企业公益 那台湾的这个保险的投保力 在我40年前投入的时候就有3点多个% 而今天就达到260个% 怎么说呢 就是以前100个当中只有3个人买保险 现在100个人当中已经有260张保单 也就是说一个人2.6张保单 而这一个靠的是什么 以前我们要去砍树 我们要去做很多东西 来印制我们的文件 现在不用了 我的公司是Pins跟ISO 全部都通过国外的这个认证 跟拿到证照 那所以说以前我们要卖的保单 业务员就去找我们在座的客户 这个签的药保书 现在不用 我们全部都用IP叫行动保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公司呢 更进一步的用演技投保 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我想买 就好像前三年我们COVID-19的时候 你要买保单 你要排队 他不卖你的 为什么 大家发现到传染病的可怕 而我们现在呢 客户要买 他也不用去找业务员 他只要跟我们的联络呢 我们透过网路 透过视信 他可以签下保单 我们走数位金融跟金融科技 我们大大的降低成本 以及我们内景同仁的人力 而我服务的张老师基金会 我长期投入的8年 那我们就是在做情理智商 做个别的这种数位 用网路的这种智商 那有更进一步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帮忙他 在推动过程中我碰他很多困难 后来我就翻转之后 我出三本书 我就用这个方式去监管 到了上个月截止 为公益服务总共捐了 超过五百万的版税 所以今天我非常认同 公益节就是我们率先 自己做模范去推动 然后去参与 谢谢 到最后我们想留最后一点点时间 简短的结论 谢谢 打开你的生态系 你不要自己做 你要跟你的connected 连结变成你的生态系 所以每一家企业你都是中心点 你要找出你的利害关系人 你的供应链 你的政府 你的企业 把它串成你的生态系来 支持你的理念 把你的理念变成一个 商业的生态行为 你就是在太阳系来讲 你就是太阳 你要去创造那些行星 你的企业就会像太阳一样 一直的闪耀着 这是我对商真定律 商减 但是商减这件事是回到 U型理论跟第一性原理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了解 对你们企业一定有帮助 谢谢 目前全球在经济跟这个 所谓的世代动荡不安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要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 然后扩大这个信心 这个很重要 如同德瑞莎手你曾经讲过 我一个人或许没有办法改变世界 但是如果我投掷一颗石头在水中 这就会创造很多的漣漪 其实今天的华人公益节就是一个这个过程 对我个人来说 所以我为什么很激励 很积极争取来参与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 但是一群人的力量绝对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各位企业主台湾98%都是中小企业主 企业主我们一定可以打造一个完全不同 是丰富的 有爱的 并且有传承的 有永续的一个世界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其实天道酬勤 而现在很多孩子已经忘了勤劳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回归能够落地 因为现在很多的想法其实在天空飘 但是很多孩子他没有办法落地去执行 所以勤劳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定要去贯彻到每个人的心中 可是从我们自身去做起 而刚才空领事长所说的量子力学 这也是我们最近非常深入在研究的主题 所以比如说像我会给保养品跟保健品 还有我们的原料 我们在仓库里面我们会给他听佛经 然后听圣歌 会 都会的 然后会去祝福他们 每天我们的仓库人去那里 要跟我们所有的餐品说 嗨 大家早安 今天要加油哦 我跟各位说其实这个量子力学 它一定会产生震荡的 所以我非常相信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都能够去维持一个善良的 这样子的心 他一定能够去产生 就像刚刚卢市长讲的 刚刚卢理事长讲了 能够去产生很多的涟漪出来 所以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活成一道光 并且成为他人的光 一起让爱闪耀世界 谢谢 谢谢大家 不断地学习 我的公司有五大学院三大研究生 如果你有你的孩子或你公司的年工 要做教育信念 甚至在座的各位 你希望能够了解企业定出信念目标之后 如何落实如何做得更好 靠三个 专业 诚信 负责人 你定出了这个目标之后 你又努力去做 达到目标 然后再去好好地把利润分享给严工 那我严工的经验的这些就是 已久这些 赚十块钱 九块分钱连工 我用一块钱 那这样的情况就散得行 谢谢四位语坛企业家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经验 好 接下来呢 请我们的孔祥科博士代表主办单位 致政感谢壮给我们四位语坛企业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